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歡迎回到我們這個 第六集又差點講錯 這幾年來呢 其實啊 我一直沒有 專心的回答大家這個問題啊 很多人來問我啊 或是私訊啊 一堆 因為當大家知道說我可能會六種語言的時候 大家就很驚訝說 天啊 那阿菜請問你是怎麼學的 所以呢 今天啊 我們這一集就準備來講 有關語言要怎麼學 OK 啊 我們的信封咧 今天沒有信封 今天沒有信封 對 這一次我們挑出來的問題覺得 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決定不用信封了 好 看美劇的時候呢 常常會聽到他們在 Fucking fucking 想問阿菜 fucking 的用法 不是 這一集我們挑的不錯吧 這一集我們是要認真嗎 還是這個其實很認真 這很認真啊 很認真吧 因為這是一個口語化 觀眾你們有覺得很認真嗎 用錯的話很尷尬欸 所以要認真地回答 它就是我非常的時候可以拿來用 就跟英國他們會說 Bloody 怎樣怎樣怎樣 它就可以用在這邊啦 但是 因為我有點語言潔癖 所以我聽到這個字我會有點避態 真的假的 有一點 F這個字有什麼用法啊 譬如說 F off Fuck off 你叫人家滾開的意思 對 這一題是猛將選的喔 有意義啦 這題是猛將選的喔 你最近為什麼一直這麼想這種東西 不知道我覺得我有學到欸 你有學到嗎 難道你今天去跟老闆撿報的時候 你會跟老闆說 你會跟老闆說狗幹嗎 不會啊 我最近想要去澳洲打工 讓自己可以生活在全英文的環境 去增加自己的外語能力 等一下 你這個深呼吸是 Listen 很多人去了澳洲 其實他身邊的人全部都是華人 除此之外 可能是有一些外國人 但是那些外國人的英文也不好呀 就可能他碰到什麼義大利人啊 或者是母語並不是英文這樣子 因為我也有碰過幾個 他是完全沒出過國的 完全沒出過國 然後學成西班牙文的 我要怎麼樣得知我的英文算學會了 PS 我的多義考了800分 800分現在是算高嗎 算蠻高的吧 990 因為滿分990啊 我以台灣來說好了 台灣普遍我覺得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算英文偏弱的 閱讀應該算是比較強 但是聽說好像算是偏弱的 就這樣子 那如果你說你要在生活上 我跟你講 任何語言都一樣 你先打開收音機 你只要今天他在講什麼 你是非常輕鬆的 譬如說在泡咖啡 你是完全知道他在講什麼的 我覺得你就成功了 欸這個好像有點難 但是我會說廣播的原因是 他沒有任何的畫面 我覺得有趣的是 當你會第二種第三種 第四種語言的時候 你走在路上 如果旁邊有人在講另外一種語言的話 你就會不想聽 但是一直進來 就像你到國外 然後突然隔壁講口流利的台語 你就會發現 喔我不得不接受這個訊息了 Oh my god 就是會默默的去接受到這個信息 我都聽了懂大家在說的英文 但我不知道怎麼回 就先用你的中文想好之後 你直接翻英文 然後講錯也沒關係 怎樣都沒關係 真的 還是其實那個人是猛將 對他無言 無言又可能不回不了 對無言的話 那就真的是說不出來 不好意思 這個中文我也沒辦法回我 我這麼有趣可愛 怎麼會無言呢 你看現在他就沒辦法回他的話 你就直接跟他講說 Talk to my hand 跟我的手說話 我害怕跟外國人對 我害怕外國人 外國人是什麼意思 我剛剛 嘴巴卡住 我害怕跟外國人對話 怕我的發音或是文法錯誤會被笑 這個我真的是要好好講一下 像我啊 就是一個不怕講錯的人 我在香港 我香港朋友 我一直講那個廣東話 逗得他們好開心你知道嗎 覺得很好笑 像鄉下來的人 有鄉音之類的 我逗得他們很熱 我自己也很熱 那你的當下那個當下不會覺得羞恥 是覺得大家開心我開心 心態 那是心態文 你知道怎樣會崩心態嗎 被自己台灣人笑 你這個文法是用錯的 你的發音不對其實是這樣唸 對真的 然後有些人會笑你 你台灣腔好重 不好了嗎 台灣腔中不好了嗎 你有聽過那些法國人喔 講英文的時候 哇 Sexy Sexy 覺得很性感 新加坡人 有沒有 會有自己的一個 你一聽說 欸我知道他是新加坡人 喔 你這個多 多驕傲啊 是不是 啊 我發音 台灣人怎麼了嗎 為什麼一定要知道 American accent 為什麼 我覺得不需要啊 不需要做自己啊 自己啊 語言就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啊 你不同的年代更新你的語言 一樣會更新啊 像新的字眼會出現啊 所以 Come on 是你控制他們耶 你們怕什麼 背單字好難 我該怎麼辦 一天二十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千三百二十個 那很多了耶 但是你真的都背進去了嗎 我爸那時候是比較狠一點 我是把書打開 打開 直接把書背成 蛤 你不是背單字 你是背書 B-O-O-K 那這樣我要跟哆啦A夢借他的記憶吐詩 可以了不用 像這種 哪一個語言都回不了他 之前有聽到阿蔡說 你在學語言的時候 你有一些小訣竅對不對 語言它就是不二法 基本上就是聽 聽力好的人 其實語言都還 有一點天賦 都會不錯 那你就是聽 book 好了 book 我還會看鏡子 book 或者是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你 你要下來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所以我自己可能就會看著那個鏡子 然後就一直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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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唸的時候我會把它錄起來 我在睡覺的時候我會一直聽一直聽 哇睡眠記憶大法 我就以紅旗宮第七奈傳人的身份 封你為睡夢羅漢 在你回夢心法 傳授你睡夢羅漢拳 就像你聽歌一樣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方法 因為你會唱了 你就把他的文法也都唱起來啦 學這麼多語言很辛苦啊 不好意思喔 我隔壁那個誰的小孩喔 不是人家是八國語言的耶 你六國語言在說什麼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是一個垃圾你知道嗎 我不准你這樣說你 沒關係 我還是很開心啊 我覺得沒差啊 我就是這樣啊 開心的垃圾嗎 開心的垃圾 那阿菜你有沒有推薦大家 學習的語言 是哪幾種 我覺得還是要以英文為主 當時我就很羞 哇 你看全世界的三大語言都被我包啦 三大語言 中文、英文、西班牙文 出去都橫著走啦 有沒有 現在應該還是這三個 可能順序有點調換啦 對現在還是這三個 有啦有 因為我們其實有查一下資料 現在全球人口使用最多的語言 第一名是中文 中文 因為人口的關係 人口 然後第二名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第三名是英文 那是肯丁 對對對 應該這三個跑不掉啦 所以就這三種 語言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是必要 它是一個輔助工具 就譬如說你今天打遊戲 走在路上 剪跳一頭 敏捷項鍊 哇呀戴上去 敏捷加分 讓你加分 這樣子 除非你要學術類 你可能想要當翻譯官啦 你可能想要去聯合國啦 才會比較偏向是說 你必須去研讀這個東西 專精這個東西 大家蠻多人問我說 可以出個什麼西班牙文小教室嗎 或是英文小教室嗎 就是有很多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記起來 然後大家就說 那阿菜之後會做語言類的企劃嗎 譬如說有一次啊 就我請了同學來我家 我就一直問我媽媽說 欸 你有沒有打電話 給那個誰誰誰怎樣怎樣怎樣 我媽就一直說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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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驚呆了你知道嗎 真的會驚呆 我怎麼會直接驚呆 普塔在西班牙文裡面叫做妓女 或是婊子 然後她想說天啊 Honey的媽媽怎麼 一直在罵Honey Honey的媽媽好飄悍喔 你有沒有聽過誘腦圖像記憶法 我的應該比她更厲害 那個 我們要連結到文化跟生活 然後甚至這個讓你懂得 欸 這樣子模式是讓你懂得說 原來那邊的人的習慣是怎麼樣的 你知道嗎 這不行啊 我們不是只有教你語言而已啊 對 但我覺得我真的算是有天分 我覺得語言類我可能有點滿 那如果大家對於語言學習有什麼問題的話 底下留言 然後我們會再抓出來特別開一集 如果只是想要留說 阿菜很美 阿菜很漂亮 阿菜我愛你的 也可以 那我們就是接受了 我們都知道 對 我們都知道 好啦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 問神不如問天在現在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OK 好啦 大家今天就到這邊 掰掰 掰掰 阿菜 我們會來看一下 第一小小字 我們的視線 都是一個人 我們會釣到 那些小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